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美国原子能科学委员会就搞了一个时钟 这个时钟叫末日时钟 末日时钟什么概念呢 就是午夜十二点代表核战争降临 这个两个离核战争降临最近的那一点 古巴导弹危机是其中的一次 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 古巴导弹危机本身甚至可以当成一门单独的客来讲 大概的背景就首先在古巴爆发了这个革命 卡斯托罗推翻了残暴的军政权 这个残暴的军政权是被 在那个军政权统治时期 古巴就是美国的后院 这部分内容我讲没有什么意思 大家去看演得比较快 怎么演的呢 教父第二集 麦克尔克利奥尼接手了以后 他们家的这个生意整体向南方转移 背景就是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推翻了这个政权之后呢 这部分人跑到了美国 然后中央情报局组织了这个流亡分子进行训练 古巴革命发生在艾森豪尔的这个末期 艾森豪尔政府呢 对这个革命保持了敌意的立场 当时美国基本上把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是花等号 尤其是古巴这个革命以后 卡斯特罗没收了美国的在古巴的一些资产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一下子就尖锐和突出了 但是呢 作为一个军人 艾森豪尔中期一生 在这个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上是极其谨慎 所以他限制并且否决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武装训练 这个古巴流亡分子入侵古巴的这么个行动计划 把他搁置起来 然后呢 美国发生了领导人的这个总统选举更换 更换 那年选的一方是艾森豪尔的副手尼克松副总统 就是后来的Richard Nixon 访问中国的那个 另一个呢是一个英俊帅气漂亮的民主党 约翰·肯尼迪 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那次是第一次由电视直播的美国总统选举 尼克松经验丰富 思想深邃 观点唠叨 这个肯尼迪非常青涩 没有什么经验 浮夸 跳脱 但是尼克松丑 肯尼迪漂亮 一上电视 他讲 哎 尼克松整天在电视镜头面前用他那张非常不讨人喜欢的脸 很难看的脸 尤其是跟肯尼迪的脸放在一起就显得更加难看 在那讲政策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打打打打打打打 还是带人南风口音的英语在那讲 肯尼迪干什么肯尼迪啥都不干 到处跑 他跑记者跟他一起跑 进到美国人家里 亲亲女主人抱抱孩子 搂着笑一笑 对着电视机镜头 结果一编倒 直接就被割草了 肯尼迪还有个 极其漂亮的老婆 有颜值的人有天下 没颜值的人没有人权 肯尼克松很悲催的 就被剃掉 肯尼迪上去之后呢 中情局使了个坏 欺负这老兄 不懂 之前很有意思 他的就职演说 火炬 自由和民主的火炬 已经传到了这一代 美国人手中 要求在全世界范围 反对一切敌人 支持一切朋友 承受所有的代价 务必失望 自由民主 什么永恒传递 什么的 非常漂亮的一篇演说 这篇演说上去之后 马上一份行动报告 放在他面前 猪腕行动 猪腕行动的逻辑 很简单 共产党人在 古巴人民当中 是没有民心的 大家 万事俱备就缺两个人 只要有人振臂一户 立马就 推翻掉他 然后呢 他们武装了 1600个 流亡分子 用擦掉美国 这个标记的轰炸机 掩护了他们 让他们登陆 但是登陆行动 本身充满了很多挫折 选错了地方了 用了旧地图了 通讯器才被打成了 但更重要的是 1600个人 刚登陆 三万个古巴人民军 给围上 打得像鸭子一样 直接就灭了 但这件事情呢 我们今天不是讲 猪腕 我们讲古巴导弹危机 但猪腕是他的前奏 我们叫前奏呢 在经历了猪腕事件之后 当然美国人开始消停了 他开始想别的办法 但古巴不消停了呀 在卡斯特罗这晚上 就睡觉就有问题了 这个 这个美国人已经打了第一次了 这一次美国人没有直接的打下来 那 那下一次呢 那再下一次呢 那什么时候他给我来下一次呢 我咋办呢 那当时冷战格局嘛 我已经得罪了美国 那 那找苏联 忙忙了 当时苏联呢 也换上了一个传奇的领导人 伟大的赫鲁晓夫同志 他是 他是苏联笑话的重要来源 贡献了很多笑话 胡鲁晓夫同志有轻奇的脑洞 经常有别具一格的思路 他在接到了要向这个古巴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些主义者 欣然应允 啊 问题交给我 苏联援助开始大量的进入古巴 当时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态势呢 是这样 苏联研发了大量的中程导弹 但是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他他命好 他这个出生地啊 他选在了一块大型的岛屿上 他两边是两个洋 大西洋跟太平洋还都不小 那对于苏联来说呢 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 就可以构造苏联的本土 苏联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 使出迟带的劲 也就只能达到英基地海峡 再远他就够不着了 日思夜想 走哪都想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 当霍卢晓夫同志据说 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 哎 脑洞大开 山不来救我 我就去救山 导弹不是射成金吗 没事 咱找一个离美国近点的地方不好吗 做导弹基地吗 比如说古巴 他第一次猛声了 把中程导弹 运进古巴 去保卫卡斯洛 免受美国入侵的这么一种想法 如果你拿地图拿出来 那你就知道 在古巴如果部署个中程导弹 那玩儿就直接把全美 直接打到阿拉斯加 一圈全部都覆盖进去了 就这个东西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相当于苏联就拥有了 瞬间苏联的这个战 运到古巴去的每一个中程弹道导弹 都会转变成战略武器 就占周际弹道导弹 当时下面的人就劝他 说你这么干 想过美帝的感受吗 何晓夫同志说 没关系 什么叫没关系 第一你看 我的意图非常良好 我也不是要核武器去打他 我要威慑他 对吧 只是让他不敢来打我 保护我们的古巴统治 我是防御性的目的 美帝肯定会理解我这个高烧 热安和平的目的 第二 你看美帝这个总统 他是多么的年轻 没有经验 小年轻嘛 吓唬一下就不行了嘛 不像我们这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没有关系 摆平他 没有那么戏剧性 但是当时苏联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 做出了严重的误判 他认为美国会以某种方式 做出一些象征性的 这个抵抗行动之后 就接受苏联实现 这样一种对战略平衡的改变 于是呢 他就开始开工了 当然导弹运进去 那不是二踢脚啊 那要做很多事情 他要比如说 要修筑这个导弹的发射场 这个发射场呢 高空侦察图片是可以看不见的 那么当时美国呢 加强了对古巴的这个高空侦察 派出了当时 洛西的公司 抽油研发室研发的 油二高空侦察机 然后那年 九十月份 他们传回的卫星图片当中 出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迹象 就是有一些东西显示 好像他们在修建一些东西 看上去似乎好像 可能是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注意啊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从这个照片传回美国的 那个时间开始就已经出发了 但是 美国政府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没有立刻把它向美国民众披露 他的这个决策过程 当时真的是非常经典 非常漂亮 后来可以进入管理学 危机管理的这种标准案例 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内部开会 对他进行研判 在研判的同时 强化对那边的侦查 伴随着高强度的高空侦查 很快他们确定一件事 苏联确实在把导弹运进古巴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进行了经典的危机决策 危机决策什么 就是做一个光谱 一个spectrum 然后每个部门 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方案 然后历程各种方案的利弊 然后让总统做最后的选择 当时以国务卿Lask为代表的 美国国务院给出的方案是 到联合国大会去控诉 这个方案什么意思呢 叫无所作为 什么叫无所作为呢 就是Lask的研判 他跟露晓夫同志 他可能美国跟苏联私下的这种信息 沟通跟交流也一直存在 就认为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 不是为了从古巴对美国发动一次核打击 而是呢 谋求跟美国形成一种核威慑 这种战略相当稳定 也就是说他目的本身上是防御性的 那么美国没有必要对此大动尴尬 那么这个方案呢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他没有去出动 他也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 坏处是什么 坏处是 美国从 苏联就是没有办法对美国构成有效的威慑 一下子一夜之间就把美国本土的全境 置于苏联中层弹道导弹的威慑之下 而且 对于美国来说 这同时意味着在美国的盟友面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软弱 这种软弱意味着允许苏联为所欲为 那么跟这个最温和的 也是同时最软弱的方案 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位于光浦的另一端的 是国防部当时提出的方案 我们看古巴不顺眼很久了 这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地面入侵古巴 地面入侵古巴 把这些导弹基地推平 同时顺便 顺手 搂操打兔子 把卡斯特罗干掉 你看 古巴也摆平了 导弹也摆平了 坏处是什么 岛上有苏联军队 这是第一 第二 古巴的动员能力 起码20万到30万的常规军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渡海作战 美国投入地面力量 耗时日 旷日持久不说 而且冒跟苏联直接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 以及你没有办法保证 苏联不做出过激反应 因为你直接跟他发生战争和冲突了 风险很高 那么 介于这两个极端方案中间 形成两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方案 一个是比地面入侵 温和一步的方案 就是什么 空中打击 空军说 就后面讲 炫耀美帝霸权那句话 出动地面部队算我输 我就空军 把你炸平 空军我在美 美国的空中优势 以古巴距离 美国的距离 压倒性优势 随便炸 但是 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 同样的 你能保证没有漏网之余吗 当时事实上 有情报显示说 苏联可能有一些导弹已经进去了 进去的话 你如果漏了一颗 别人 砰马上给你发射出来 你咋办 拦不下来的 当时没有任何拦截手段 但事实上证明 当时苏联是有 是运了不少导弹箭去 甚至有两枚在这个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发射准备了 所以他如果真的摁下扳机的话 这个事情怎么收手 还真是不好办 然后呢 距离那段比较近的 一个方案 海军提出来的 他说各位你们看 古巴是什么 古巴是一个岛 什么叫一个岛呢 中程导弹这个东西 它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它是从古巴岛外运进去的 从哪运呢 苏联运进去 加勒比海 是美国海军的后花园 我封锁古巴 在海上拉一条封锁线 不允许苏联穿过这条封锁线 然后呢 然后看苏联的反应 然后看苏联的反应 那么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 他既表达了美国非常坚定的态度 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举措 但是他又没有主动跟苏联撞上 他没有开火 那么他给美国留出了灵活反应 和判定苏联动机的时间 肯尼迪后来拍板 封锁古巴 拍板方案之后 第一步 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 就是说苏联正在把这个导弹 运进古巴 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 我下令在古巴180海里的这个地方 拉一条线 几百艘警戒 投进去 封锁 那么苏联那边 赫鲁晓夫同志 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要继续履行 对古巴盟友的这个保护义务 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段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出现 一对苏联的货船 对着古巴就开过去 就是对着美国的封锁线就开过去 上面是苏联货船 下面是护航的潜艇 美国风鸣拦截 他们撞上那天是凌晨 那天那晚上肯尼迪通宵没睡 就等消息 等什么消息 就说苏联人怎么办 他会不会过线 苏联人如果过线了 美国人要不要开火 美国人开火了 苏联人还击了 美国怎么办 事实上在这个布置好封锁线 苏联这个船过来的同时 美国跟苏联同时 在全球范围做了一系列的举措 什么举措呢 美国全球美军部队 升级三级戒备 就做好开战准备 征召预备役人员 就预备役入伍 然后核打击力量 做好发动的准备 所有这些都是做给对方看 就暴露在对方的传感器下 苏联也一样 就双方都摆出了一副 在全球范围大打出手的架势 然后到了那天凌晨 决定型的时刻来了 结果苏联的船只 停在了封锁线的面前 没有一艘越过封锁线 水面上的货船 没有越过封锁线 水底下的潜艇 也没有越过封锁线 美国人起初往外撑了 第一步稳了 然后停下来以后呢 一部分船掉头走了 另外一部分船停下来 好 美国人接着 第二件事情 干嘛 到联合国 方案嘛 可以用的 到联合国控诉 我没有去威胁他 我这么干 我有证据的 你看我这边有照片 这些照片证明你在那修基地 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然后呢 双方在这个实力上僵持了以后呢 就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沟通 然后在这外交共同当中出现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 第三天 第四天 这个 后路晓夫 给美国发了一封信 这里面的信呢 美国人收到之后 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确定这封信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确定这封信是不是真的呢 不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过于强硬 是因为他里面提出的条件好的令人不可自信 就是什么 他要求美国承诺 不入侵古巴 以此为条件 从古巴撤离 已经部署在那里的所有的导弹 以及苏联的E-28型中程轰炸机 美国人一听 我好像也没有正式入侵古巴的方案 那就等同于我啥都不做 你统统撤回去 我全胜 这条件太优伙了 而且这个语气柔和的一塌糊涂 美国人正在研判 正嗨着呢 第二天 另一封信啪过来 那封信的措辞极其强硬 并且他提出交换条件 什么交换条件呢 就是美国撤销部署在土耳其的 朱匹特就是北极星中程弹道导弹 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苏联从古巴把导弹撤出去 肯尼迪说这后面还出了个笑话 肯尼迪看到这个条件一愣 我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把这批已经要过时的导弹 从那儿撤出去吗 你们怎么还没撤 好像不说我们还没来得及撤 而且这封信呢 措辞极其强硬 跟第一封信简直强硬的 不像是一个人写 然后当时局势很紧张 后面这个时间期限 如果过了苏联的这个船 会不会重新冲击 那个还不知道 然后美国人 接下来就采取了谈判中 非常著名的肯尼迪策略 美国人给苏联人回了封信 怎么回的呢 他就当没有收到第二封信 他当第二封信不存在 他就针对苏联在第一封信当中 这个提出的条件 给苏联人回了一封信 然后同时 同时 肯尼迪派出了特使 他的弟弟 罗伯特肯尼迪 司法部长 建了当时苏联在纽约的代表 应该是联合国的 多布雷尼 给厚鲁晓夫提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总统早就想撤销 在土耳其跟意大利的 朱比特中程弹道导弹 但是呢 总统不会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建立任何关联 就是不会在苏联离开古巴 和美国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离 朱比特中程弹道导弹 建立任何关联 然后 更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美国向苏联方面承诺 你从那边撤干净之后一个月 或者再过一段时间 我会把那个东西撤出来 事实上有一个交易 但是呢 形式上看就是美国要得全部的分数 这个时候选择权就放在厚鲁晓夫面前 厚鲁晓夫手上有没有底牌 后来证明 厚鲁晓夫手上有两张非常强硬的底牌 第一 在古巴的苏联军队手上有战术核武器 他获得的授权 战场指挥官获得的授权是 美军如果出现在古巴周边100海里以内 他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战术核武器 第二 至少有两枚中程弹导导弹 在那个时候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苏联人是可以跟美国人叫一下劲 但是 赫鲁晓夫 决定 接受美方的全部条件 而且还是在没有跟古巴同志 打任何一声招呼的情况下 接受美方的全部条件 包括同意 就是带古巴同意 接受联合国代表到古巴去核查导弹有没有撤干净 这是古巴的领土不是苏联的领土 卡斯特罗后来发表了强势的反对声明 苏联人派了米高阳去压卡斯特罗接受苏联的这个声明 美国人说可以 你要撤离 我提条件 你看 从不让导弹运进去 到你无条件把导弹撤出来 到具体怎么撤出来 美国人步步紧闭 苏联人步步后退 我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 你的船在目视可见范围内 接受船靠船的检查 后来怎么做 就是苏联士导弹运进去 导弹要运出来 这个导弹放在甲板上 包装箱 箱子打开 去掉所有覆盖物 美国的船就靠过去 停在所谓目视可见范围 就是船长拿个望远镜 可以看到你甲板上的东西 在船靠船的观察下 美国的船护送苏联的船离开古巴 就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美国人对苏联人 在国际社会上光天化日之下 做裸体收身 你脱光了给我查 然后导弹先撤离 导弹撤离以后 轰炸机撤离 轰炸机撤离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美国也遵守约定 把这个土耳其 跟意大利的中层导弹撤离 但是那个撤离的时候 所有人都已经不认为 它跟古巴导弹危机 有任何关联 古巴导弹危机最后结束 在这个结束的过程当中 对于核威慑而言 它产生了一个极为正向的 积极效果 就是美国跟苏联 开始认真的考虑 如何消除双方发生 核冲突的风险 就是大家意识到了 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必要性 但另一方面 苏联在这个应对 古巴导弹危机过程当中的 这种战略 被当时的毛泽东同志 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批评 他把它批评为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就冲进去的时候 脑子没想好 就是投机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明明手上有牌的 可以进行这种战略的互动 彻底放弃 以及撤退中的逃跑主义 没有任何尊严跟体面 一败涂地 当然这一轮东西 最后带来的结果 就是美国跟苏联 都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知 这个认知 后来在一定程度 你站在人类的角度上 也许是 确实是有利的一件事情 是双方都意识到 其实如果不妥善地 对危机进行管理 那么这种核冲突 和核战争 最终是会爆发的 而一旦爆发之后 没有人从中间 是真正意向的赢家 所以我们有必要 通过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 由此 拉开了我们下一期 要讲的东西 就是美术之间的 军备控制 谈判 以及更加成熟 和相对比较稳定的 核威慑体系 和机制的 这样一种确立 这一期就达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